今天主要跟大家講說昨天各位有問到一個什麼雞巴阻斷劑啊 那我現在呢今天也是主要跟大家講這個現在在FB尤其是FB啊 有非常非常多的這些很奇妙的商品 比如講說 剛剛有人說可以促稿 比如講說 有人說可以減肥 比如講說有人說可以澱粉阻斷劑 比如講說我要看到一個吃巧克力越吃越瘦 一個巧克力 巧克力減肥的東西 他就是一個看起來是一個巧克力越吃越瘦 越吃越瘦 基本上這些東西呢 我只能說依照我現在在做健康食品 這些人呢 一定都你都找不到 那我也搞不懂台灣人了 這種東西就是電台賣藥差不多 永遠都找不到這些人 以前在電台嘛 現在在網路嘛 網路更好做嘛 點進去就是一個很奇怪的網站 一個網頁你買了之後下單前匯了之後 他會不會第一個他會不會寄來給你還不知道 第二個他就算寄來給你裡面什麼東西你敢吃 我也是蠻佩服的 我也是蠻佩服的 那 這一些 廣告的下面的留言 FB嘛留言 人家自己買公讀生 自己刷自己買流量自己刷留言 好好吃喔 我都瘦了好幾公斤 裡面至少一兩百個留言 都說多好用多好吃 我瘦了多少公斤 那個也全部都是行銷公司 在幫他key的 或是說他自己開帳號 自己替自己打的好留言 這個應該大家應該是嘗試吧 可是雖然這個社會雖然是這樣 但是 還是有很多弱智會中 阿管能救一個是一個 昨天 你說電門阻斷劑 雖然是裡面有人在刷 那個糖尿病用藥 這個當然沒有糖尿病用藥的東西 我在這邊再次澄清依據我本身是一個 糖尿病前期的患者 也就是說我們胰島素的主抗 根據我的了解我的專業 還有自己是一個 深受其害的人 我會跟大家講就是說 今天在醫學用藥上面的確有 所謂的 降血糖 也有所謂的阻止 阻止喔 他就直接可以你吃下食物 可以直接 阻止 你吸收糖分的藥物 他有沒有副作用 他有副作用 他有副作用 他有什麼副作用 他有非常非常多的 副作用 我們再講一個好了啦 我之前膽固醇過高好了啦 膽固醇過高 他 膽固醇過高的用藥 他就有非常多的副作用 喔 那 這個 糖尿病的用藥他有非常多的副作用 第一個最主要就是便祕 便祕 再來可能是什麼頭暈啊 噁心啊什麼 好我今天這把話講回來 除了副作用之外呢 他也沒有辦法是先單 什麼叫做沒有辦法是先單呢 今天喔 我跟這個事情跟所有的粉絲講 你今天有來看直播的喔 你又賺到了 有點是你爸爸媽媽 趕快先來笑他坐在鏡頭前面 或是哪裡爸爸媽媽看 好 今天人的設計呢 只要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後 我們現在台灣的所有的 吃的喝的用的 大部分 人民的飲食習慣 一定會造成你日後 身體 一定會有疾病 也就是所謂的富貴病 慢性病 現代人的病 那現在第一名呢 前幾名呢 台灣五大死因 第五名 就是糖尿病 那談到又以糖尿病 的患者呢 偏多 為什麼 而且越來越多 這是各位的飲食習慣 完全沒有辦法 因為人家說以前人常說 人吃就是福 人最難管的就是吃 喝 人又是一種 懶惰的生物 所以你也不運動 但是你要吃好的 你要吃好吃 現在我們的館長也多了非常多的食品 我也接觸過非常多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調味廠 餅乾廠 冰淇淋廠 飲料廠 現在很厲害 所有的廠 都有一個生物實驗室 他們所有人 都會調配出什麼 一個叫做 我們常在業界 我也常跟他們開會 叫做四口性 尤其是 不論是我們的水餃 任何世界上 西胸肉 吃的喝的用 四口性 什麼叫四口性呢 就是 經由 這些實驗室 他調配出來的 這些所謂的 這些油啊 糖啊 調味料啊 去精心 烘焙的溫度啊 放的比例啊 去讓你 喝下去 吃下去 會覺得回味再三 所以我們市面上有非常多的東西 大家都有個飲 有的特別愛吃 某排巧克力 有的特別愛喝某排飲料 有的特別愛吃某排的食物 有的特別愛吃一些餅乾 有的特別愛吃一些零食 為什麼 因為其實他們 這些廠商 都是有 這樣的研究 這樣的設備 這樣的調味 厲害的地方 所以四口性 就是 非常可怕 在家 沒有停止的那一天 那大部分的人呢 他也不懂什麼叫做 身體的運作 事實上 身體是 不能 一直 進食的 在年輕的時候 是可以的 因為你年輕嘛 就好比說 我曾經打過一個比率 大家都有熬過夜 年輕的時候 一天沒睡 幹你娘的 隔天 還可以去打籃球啊 運動啊 還可以跟人家去跑趴啊 連跑三天 然後沒事這樣 你35歲之後 甚至30歲之後 你有沒有感覺 一天沒睡好像快死 好像睡三天睡不回來 再來講一個最明顯的 喝酒 年輕其實18歲 在跟人家喝酒 20歲跟人家喝酒的時候 很會喝 就算喝醉了 隔天起來很快就恢復原狀 30歲40歲 你第一個 你有沒有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 你喝一下子 你就覺得 好像快醉了 你的酒量變差了 第二個 你宿醉你隔天 頭要痛一整天 不然就是身體不舒服很久 為什麼 因為你的器官反應度變差了 為什麼器官反應度變差 因為你已經使用它幾年了 你有保健它嗎 你有愛護它嗎 好像內性 人 人 人 為什麼 要吃東西 就是因為我們人裡要有能量 那能量轉換的這個機制 就是由我們的器官 去做消化 做代謝 那你想像一下你一直不斷的進食這些東西 你的器官就要不斷的不斷的運作 我講比較簡易的啦 不要講太深 之後出了問題 你每吃進去一個東西 它就運作一次 你吃了40年 你看它運作多少次 所以為什麼現在有這麼多的 健康食品會出來 這麼多的保健食品會出來 因為它的確有市場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人 第一個 食物攝取不足 有維生素吃不夠啊 你的礦物質吃不夠啊 你東吃不夠西吃不夠 第二個 第二個 你懶得運動 第三個你亂吃東西 所以為什麼有這麼多保健品會 悠然而生 會跑出來 因為所有人都怕死 對不對 所有人都怕死 所以說 你要花錢去買那些東西 你不如 把錢留在身上 去吃對的食物 再去運動 我最終還是希望大家 我不是在替我的健身房做廣告 我常講 要跑出運動的習慣 要維持身體的年輕 不一定要去健身房 當然健身房器材是比較齊全 訓練比較多樣 其實你都是要運動 其實你都是要運動 無論怎麼樣 人活著就是要動 這句話 請大家一定要 記清楚 因為我們身體 就是這樣被製造 設計出來 他都上帝造人 他就希望你動 然後呢 上帝造人 他就是希望說 你有一個機制 是可以保護你飢餓的時候 但是殊不知啊 現在這樣的社會 人嘛 很少在挨餓 所以就會有糖尿病 這種東西出來 所以人現在 所謂的高血壓糖尿病身體不好各方各面 絕對不是 運動 很辛苦出來 我好辛苦 我每一天都要去 什麼勞動多久 絕對都是怎麼樣 不良事 不好的習慣 比如講說 喝酒啊 抽菸啊 大吃大喝啊 熬夜啊 全部都是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這些東西 所以還是跟大家講齁 大家在吃東西 還是要節制 好不好